意大利首都罗马是古罗马帝国的发想地 至今已经有超过2500年的历史了 不过当地呢还是保留着有很多的历史建筑遗迹 所以有很多人呢都称罗马是一座永恒之城 而到罗马旅游其实有很多人都推荐一定要走一趟罗马金宫 这一座呢在2000年前曾经被大火烧过的宫殿 近年来因为有人透过科技还原了建筑的结构 让能够去到这个罗马金宫的人呢 还可以体会到当时在金宫里面的奢华模样 华丽的装潢黄金色彩细致的壁画 其实这些都不是真的 为了让参观者能够更了解罗马金宫的历史 考古学家利用3DVR技术 还原了金宫内部的建筑结构 被超过千年的风雨摧残 要保留这座原本80万平方米 但是现存只有9000多平方米面积的宫殿真的不简单 不过再经过专家多年来的修复 罗马金宫的原有面貌总算可以继续保存 有人说罗马这座城市本来就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馆 如果喜欢历史和艺术的你 又想要踏上一趟时光之旅 这里肯定是充满文艺复兴敏感的艺术殿堂